那時候會有人跟我說過我是難合作的藝人之一 我也看得很開的 說真的,等了13年了 我覺得有一首歌已經很慶幸 我覺得很... 扶了這個人 所以我在那個節目哭到瘋了 是因為有很多回憶回來了 而recall了很多東西 就是他們給了很多信心 其實你都可以唱歌 因為其實我離開了唱片公司之後 有一段時間是討厭唱歌 因為我因為這件事沒有機會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人是這樣的 你面對一些不知怎樣處理 你會扔在一邊 我對我歌唱老師的愧疚 就是我扔了很久 就是我不去找他 因為我沒有面子 而那個節目是令我面對這些所有事情 我不會說因為你發展不到唱歌 我會覺得失望 因為在我心目中 你是the best 而且我很疼你 我在這一行做事 或者在公司經常都被人批評 或者收到很多評價 不要再批評 就是說我個人說話很靜 因為我是真的一個很坦白的人 所以有時候真的會不小心冒犯到人 或者會得罪到人 但是我是真的一個很坦誠的人 所以這個也是我性格 所以我為什麼會寫到這首成熟不了 就是我真的可能當人主事不算很成熟 所以帕堅寫了這句 因為我心裡就是 其實秘技是不是真的好呢 就是大家冠冕堂王 你說什麼都好啊 好啊 好啊 是不是那件事真的會好了呢 那時候會有人跟我說過 我是難合作的藝人之一 我的態度會是 so what 因為我 我那時候真的年少無知吧 那我就會覺得 我也是想這件事好 就是我覺得出發點沒有錯 就算你問我現在去看那件事有沒有錯 可能我都不覺得有錯 只不過我present的方法很差 那我可能我從小到大 都是比較負面一點的人 所以有時候想事情就側面一遍 所以我老婆對我都有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就是她很positive 很感恩 永遠都是想好那邊先 這件事令到我會懂得欣賞別人的好多了 我記得有一次開廠的時候 是一個都合作了很多年的crew 真的走過來跟我說 哇科 現在一個人成熟了好一點 即是 你個人處理一些東西 得體了 好啊 然後我 因為她這句說話 她很輕撩淡寫說完 就好啦 再說那一隻 那我現在就實現了自己 其實可能當人處事成熟了 但我無論如何都會是一個安排的人 是甚麼時候會拿那些安排出來 我就是不想忙事 就是收房了 收房了 因為我始終覺得任何表演 或者關於performance的industry 其實是要有安排 要有錯 你才有可能有好的事情發生 因為說真的 跟規矩做事 大家都會做的 但是 表演娛樂就是有surprise 我跟譬如朱柏匡聊天 他都會跟我說 我最好看的表演是甚麼 踩鋼線 因為他可能會死 踩鋼線 你一定會看 因為他在擔心 而我覺得那個跳脾就是 擔心 但是你怎樣令到大家一起跟你踩鋼線呢 我覺得就是那個方法 我覺得現在只要用一個好的方法 去走鋼線 我覺得是好的 網絡的世界 真的五花八門的人都會留言 一定有好有不好 其實好和不好 我都會看 但是我會不理會的 就是人身攻擊那些 人身攻擊那些 我覺得就是 我會有時回應 我是會 硬頸 這些就是我 成熟不了 我就真的成熟不了 但是譬如他說 有些人說 可能我咬字太用力 或者有些位置 演繹可以溫柔些 其實那些我都會看的 而是真的有改善的地方 有時我在台上 是會緊張的 那就是經驗 那怎樣可以溫柔些 你緊張的時候 很難溫柔 這些就是我要學習的事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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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